这里有一个这个石刻的神像 但它的脑袋已经没了 估计是被盗走了 然后像其他的台子上面连神像都已经没了 全部都是空空如也 这是一个修复之后的一个神庙 这里有一个这个石刻的神像 这么多的手这应该是凡天吧 然后这里也有一些这种残破的这种石刻 这里还摆放着两枚炮弹 这构器也是从这些古迹之中挖出来 没有炸毁的卫宝弹 所以他们这些石刻都是这样镶嵌在墙里面的 这个还挺别致的 哎 这里有个蝴蝶 刚才的导游说这并不是一个神庙 这以前是一个冥想室 是一个空的 这门儿供人们来这里冥想 现在是才放了一些东西 然后当时的战婆王国跟当时的那个高棉帝国 虽然都是兴奋这个婆罗文教 但是这两个国家之间也是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战争来来回回 一直在互相的攻击 现在我们来到了他这个A区 这边的一些建筑主要是建于九世纪左右 距今一千一百多年 然后现在看到的大部分都是重新修建起来的 就原来的那些都已经毁坏掉了 现在看到的百分之九十都是重建的 像这些红砖 你看就都是新的红砖 这些建筑比B区那些建筑要早个两三百年 所以它毁坏的也更为严重 所以这些全部都是重新修复的 这些红砖都是新的红砖 然后这种石头的门框反而都保存的比较完好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种临家的时刻 然后它上面那个临家的象征已经没了 现在只有这个象征女性生殖器的这个台子还在 所以他们当年烧制的这些红砖 保存起来还是比较困难 就不像这些石头经历了这么多年了 还是完好无损的 只要不被炸弹炸 石头应该都不太容易毁坏 这里也有一个这个绳砖 所以他们这种砖都是这种三角形的 这是保存下来的一些石头的柱子啊 地基之类的东西 这里是一个完好的临家 这边是G区 然后这里的一个建筑是建于12世纪 它是特意修建在了一个小山坡上面 这里还有一个石碑 这上面应该就是记录的这个建筑的建造年份以及用途 然后这是所有的这些赚博遗迹里边 唯一一个有石碑来记载的建筑 这个建筑也是修复过的 不过它既然修复的砖也已经变黑了 它这个庙里的神坎都是一种挖出来的神坎 然后也是三角形的只是比较小 就不像之前那些都是建的时候特意留出来的 这个都是建好之后要重新挖的 现在来到了它这个E区跟F区 然后这边的建筑都是更早的一些的建筑 像这个这是七世纪修建 不过现在看到大部分都是重新修复过的 因为它毕竟是1300多年了 这里的这两个也都是炸蓝坑 这里的建筑真的是饱受战火的追传 这些可怜的历史遗迹 这是一个九世纪的神庙 这个看上去应该是比较高大的 但现在已经彻底被摧毁了 然后它们现在正在慢慢修复之间 这个修复难度可是比较大 它这个路边这种突然的凹陷下去的地方 估计都是弹坑 我们现在参观完这个赞博遗迹了 我觉得参观之前我对这个赞博古国 以及赞博文化是完全没有什么太多的了解的 但是参观完之后 我觉得我现在就已经有对赞博古国有了一个概念了 就已经对它进行了一些了解了 什么概念 什么了解 就是我知道了这个国家 然后也知道了它的一些历史 然后也跟我之前了解的一些越南的历史 以及我们之前去柬埔寨的那个高棉的历史 就都穿起来了 包括中国古代的一些历史 就都连在了一起 就是我对于整个这个东南亚 以及中国还有印度的这些文化交融 有了一个更为详细的了解 所以我觉得这次参观还是非常值得 非常非常不错的一次参观 十五万的门票 然后都还来很免费的百度车 相当于四十五块钱能不能币 然后看一个世界遗产的 我觉得还是挺值得 没有表演的 对 这么可怕 天气炎热一定要多补充水分 避免在热闹发烧上 我们出来的小摩托 它永远不会堵车 aros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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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0 0 看來越南的林園 多麼的奢華 多麼的奢華 一個奢華 應該是 對 這裡經過鐵路交會處 他們這個鐵路軌道比較窄 只有一米寬 所以火車也跑不快 看我們今天晚上住的房間 這是我們來香港 這是我們來越南住的最便宜的地方 然後一晚上133塊 三個晚上400塊 然後這是衛生間 很常規普普通通 然後這邊是廚房 還有車油煙機 然後有洗衣機 電飯堡 還有個冰箱 電視桌子 然後這是一個床 這邊也有一個桌子 然後這裡有一個陽台 非常棒的陽台 可以看到日落 遠處就是海 但是這邊看不到海景 因為我們離海比較遠 當然這個房子最亮點的地方 還不是這個陽台 而是它另外還有一個小小的陽台 就在這裡 一間門這裡 一個非常小的陽台 然後 陽台下面有一個泳池 我們住的130塊的房間 還有一個泳池 非常棒 然後這邊的景觀也不錯